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定 今天来做一支,上次做的是测试笔嘛 五代的146 那这一次做的会是 我看到封面应该就知道就是 146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但是笔的话是这样子 我会拿这一支就是 我本身的另外一支现场六代146来试写 这一支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开箱 然后呢写就用另外一支写 因为这我两支都是那一根EF间的 然后比较可惜的是 首先盒子上面已经有点墨迹了 但这个墨水我看很多人都很喜欢用这个颜色 是不是都是那个百乐的墨水 因为我是万年的那个 万年F间或者EF间的一个人 然后对 然后呢就是那个M间的话是签名用了 平常书写还是用C间为主了 大概是这个情况 好那我们先开一下 那首先整个盒子就是白白的 那有些人很介意这个盒子会不见了 我倒随意 好然后再下来就是 他那个盒子其实挺能性的 直接这边一推啊就可以了 那其实封面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有一封这个的 哇这 这触感 可以可以不愧是万宝龙 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 哦还有保修啊 哇很给力很给力 然后再下来的话 哇这盒子就是反正嘛 UNICEF应该是这么读吗 还是说职业就是平常UNICEF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 然后有个地球 然后这个本身这个插画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字的话也是 我觉得应该是用初间 然后再给它缩小这样子放上去 应该正常应该 写不初间吧 但这个字真的挺漂亮的 我挺喜欢这个字体 尤其是写写出来很大感 然后是看到EF间等等的 Made in Germany 好 然后这个的话 听说是那个 masterpiece的意思 这是德文呢 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比较细心的地方 啊后面还有 比较细心的地方是在这个 因为有时候你两边开的时候很不好开嘛 那像他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这边一抽就可以了 然后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童真 但是又不是一个高雅 好 然后我们继续 把这个给拿出来 其实这个盒子之前已经打开过了 好 里面再有一本 那刚刚那个是保修 那这个的话 万宝龙基本上都会有的 如果有买过就是专柜品的话 还是说没有专柜品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是有脏的 有分没有脏的等等的不同的一个 呃 呃 就是不同的一个小呃 成品嘛 销售产品 但是有我不知道是不是 呃 主要就是插那个装柜章 然后其他的就是那一个 呃 这些东西都有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然后这个 哇 虽然我还是喜欢这一次 这一次真的 蓝色这有点让人接受 不要这个太夸张了 我还是喜欢素一点的笔 好 然后这个就是说拿了亚洲 应该是亚洲吧 不同语言的你 然后作为一个呃 元素然后通到这根笔 像这种小改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像 大改的有时候需要点时间去接受 可能接受了 然后就录了大概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相关产品介绍嘛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笔盒 那笔盒的话 不管你买哪一只 基本上 除非是那只146的一个 呃 什么导师套装吧 那个的话就是 这个就很小嘛 非常好收藏嘛 但是149的那个导师什么套装的话 它是一个大大正方形 然后里面放一罐墨水 还有一只那个149 像那个的话我觉得就算了 因为那个很占地盒 对好 然后下来的话笔不在这 对然后就是一个 我平常会放一些这些东西在里面 就是把保持那个盒子一个状态 就condition会比较好 笔呢 其实在另外一边在这里 那本身万宝龙的笔的话 笔盒它这一点上面挺能 它就直接这么压 然后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那我这一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能看到 完全没有毛痕 基本接近全新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能看到有点毒 你看这个其实上面这个看起来 我这个少数一只是什么 我觉得是实体比我在镜头上面看好看的一只比 然后再下来的话 你看到就是我观摩窗没有什么毛痕的 完全你看这抛光 就是新的肯定比抛光高的还要再亮了 这个是40了 然后这个是EF间 然后本就是其实就现场的 146的一个笔尖了 AU585的一只现场 看一下 A58这能看到吧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笔舌的话也是能看到就一个凹槽 就我同时发的那个影片就是那个146的一个影片 这有会讲到的就是一个小洞 就这个 再下来的话 它的笔舌的话这边上也是比较窄的 我不懂为什么这么薄 像摆了那个一排排的厚点不挺好的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 整根笔的话要讲的就差不多 然后好像跟这一只比较像的我印象中就是那一只146的75周年纪念那一只 但那一只的话就是它也是这里有换成75 years annual嘛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一颗小白石 反正这个看是真心挺毒的 好然后再下来就是一个实习阶段 基本上这样子了 那像这样我素的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好我先去拿一下那个笔记本 好回来了 刚刚顺便去吃了个苹果 那我们先赶紧试写吧 那这一只是我本另外一只就AU585的现场万宝龙 然后能看到就是说这个尖的话是1585吧 后面有个小洞啊 好那我先试写一下好吧 好 好那就差不多了那尽量减少起之前那两两行就感觉没什么意义 我会减了那我用的是百利金的那个4001的墨水吗 所以出水量会比较大 如果你们用回去就是像 额鲜鱼 那个或者奥罗拉或者万宝龙本身年性比较大 或者邪恶的那个极黑 那字字机肯定比这个小不会比这个大 这是肯定的 那如果换回去那个墨水估计跟这个字机是差不多大小 然后我也运气很好 这只没有非白也没有任何的多墨等等 出墨肯定都顺了 现在的笔的话很难会说有下水就是说不充裕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老笔会出现比较多 现场的下限还是很高了 那大概书写有这样子 那如果欧比真的要爬格子还是得EF间 但是个人不建议个人推荐还是M间签名或写英文专用 如果真的写中文的还是说你如果还是喜欢说一定要欧比的 那就买只欧比M间拿来签名或者说别的用处 要么就把字写大 要么就两只一只欧比一只乐比来书写 那基本上这样配置比较好 因为欧比的真心不是很建议说 因为他本身设定不是拿来给你写中文用的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